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 湖中央的小木屋随着水波漂浮 然而在如此美好的景色下 却隐藏着一桩桩肮脏的交椅 小木屋中住着的女子名叫袁怨 是一名雅女 多年前被拐 卖给孙子里的大龄未婚男青年李建华 在那个通讯闭塞 且极度注重传宗接代的小山村里 男人娶不上媳妇 没有儿子 是一件会被别人戳起两股的事情 而李建华贫穷且不上